林娜是在北京留学的一位英国人,她刚到中国不久,汉语还说的不太好,她的钱用完了,她得去换钱,在英国可以换钱的地方很多,但是她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一样。 所以她问了一位加拿大的同学,这位同学人很好,告诉她在中国只能在银行换钱,而且不是每个银行都能换。 这位加拿大同学也告诉她,她下午有时间,如果她想今天下午去换钱的话,可以陪她一起去银行。 林娜太高兴了,有人可以帮助她,还可以陪她一起去。 他们下课以后,就去学校旁边的一家中国银行,换外汇的人没有很多,所以很快就该林娜了。 林娜的朋友告诉银行工作人员,他们要用英镑换人民币。 工作人员让林娜填了一张表,也让林娜把护照给她。 那位工作人员把她的护照和表都拿走了。 林娜问她的朋友,为什么银行工作人员要把她的护照拿走呢? 朋友告诉她,别担心,银行工作人员把她的护照拿去复印了,一会儿就回来。 过了一会儿,工作人员回来了,把她的护照还给了她,也把人民币给了林娜,让她数一下。 林娜数了一下,没问题。 林娜谢谢了那位工作人员以后,就跟她的朋友离开了银行。 , må去看ature迼找人员来的 vivir,平默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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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默。